原标题 历史上唯一被灵石处死的皇帝 九岁便娶四个老婆 十六岁时 被割一千五百一十六刀 在古代有很多刑罚 其中有很多非常严厉的酷刑 更残酷的 我们还在影视上 史剧当中看到 用烤好的烙铁去烫犯人 简直是惨不忍睹 那么在古代有一种酷刑叫做灵石 而这一种刑罚 往往是最受折磨最残忍的 它的主要用法 就是将人身上的肉 用刀一刀一刀的割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法医是如何解剖尸体的 那么灵石也就比那残酷十倍 而这一刑罚主要是针对那些犯了滔天大罪的人 只要是统治者下了命令就难逃一劫 不过灵石基本上是对于平民施加的 但是在古代却有一个例子是帝王 被灵石处死的时候 仅仅只有十六岁 堪称是历史上唯一被灵石处死的皇帝 他就是洪天贵夫 洪秀全的儿子 其实对于洪天贵夫来说 他的一生是比较惨的 虽然是洪秀全的长子 但是从各种方面都没 有得到应得的教育 所以洪天贵夫也并没有很能干 一直也得不到重视 而给他找的那些老师们 都是像洪秀全一般性格 并没有什么学问 只会在教授的时候 胡乱的说到一通罢了 而且洪天贵夫从六岁开始就在学习 但是十年过去了 却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 所以到头来 他的学习就是一些基础 自己也没有做到知识的深入浅出 更别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骨子里根本就没有 洪天贵夫九岁 便娶四个老婆 其实他的存在真的是一个笑话 因为没有学习到真正的知识 而且自己的理解能力都存在着问题 那么能活到这个年纪 也都是在他的父亲的庇护下 才活到了1864年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保护下 那么随着他的父亲死亡以后 洪天贵夫就开始出来见世面 对于一个完全不了解外界的人 怎么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呢 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风雨 飘摇的太平天国 天津事变以后 他身边就更加没有什么有用的人才了 在1864年的6月6日登基 很快在一个月以后 清兵进入了天津 随后国家灭亡 洪天贵夫逃出了京城 在三个月的逃亡过程当中 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全部去投靠了清兵 而就在这个时候保护自己的人少了 并且自己也没有能力去祭保 最终在逃亡的路上 被清兵人抓获了 按照大家的想法 是当自己的国家被别人灭亡了 心中一定是燃起了一团熊熊的热火 想要当自己强大以后为国报仇 但是洪天贵夫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当时被扣押了 由江西巡抚神保真审问 那么当时的他心中的想法 就是自己活下来 然后考取秀才 为清廷效力 而且洪天贵夫在官家的期间 还写了一篇字述 在这份字述里面说出 自己要归附于清朝的心 但是在他写完这篇字述没多久以后 就被沈宝珍下命令处死了 而这一次对他的处死 刑罚用的就是零食 不管他的心到底是如何 还是为了保命 还是忍一时之痛 日后再报仇 已经都无济于事了 随后官兵将他压在了球车上 在大街上游行 十六岁时 被割一千五百一十六刀 洪天贵夫也就是这样悲惨的死去 在疼痛中挣扎 到最后一五所有 后来 沈宝珍也说明了 清廷为什么这么快杀他的理由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洪秀全在生前犯下的罪行罪恶滔天 如果不杀掉他的儿子 那么那些流窜在外的太平均 肯定就不会放弃 笔者认为 毕竟那些罪过都是洪秀全犯的 再大的罪 也不能完全的降落在 这个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身上 如果非处死不可 便让他死得痛快一些 何必让他饱受折磨痛苦而死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